上山捷運站怎麼突然 狗身頂肺熱鬧的不行 我們待會兒要去坐車車 你要乖乖 乖乖就要餅乾吃囉 毛小孩不只聲音較勁 連裝扮也要 這兩隻發豆 粥粥和肚皮 帶了捷運專屬頭飾 為了慶祝狗身中 第一次搭北捷設置的寵物專程 先幫他系上那個杯繩 他就知道要出門了 腳套特別High這樣 滿開心的 你看他在叫 我就是平常都是用K車 可以讓他去坐捷運 平日搭車規定寵物得裝好裝滿 在箱子或袋子裡 完全不能露出來 這回響應國際寵物日 從象山到原山站 大約二十分鐘時間 毛小孩 喵心仁 能在車廂裡雙腳落地 趴趴走 進到車廂裡其實可以看到 列車整個布置都很不一樣囉 每一個掛環上面 都有很可愛的一個玩偶 就是讓貓貓 狗狗 都可以來好好跟他玩一下 另外為了犬貓之間 不要有衝突 所以犬跟貓通通都會透過 這個柵欄來做分開 不過狗狗貓貓上廁所 恐怕很難控制 所以每一節車廂 都會有清潔人員 來負責打掃 因為寵物有毛髮 特別就是邊邊角角的部分 如果說像它的尿液 有沾到的地方要立即處理 因為基本上車子上面 有一些比較精密的儀器設備 緊張的關係會有一些 撕咬 彼此咬傷的這些動作 所以才會有請受醫師駐車 北街每級車廂派出 專屬受醫師和清潔人員 活動結束 專車也會送回機場 全面消毒清潔 並更換空調濾網 再重返線上載客 只是未來會不會常態化 還要觀察 畢竟上限六年的台北狗狗友善公車 各路線每趟平均只搭在 零點零七隻寵物犬 被嘲諷根本是狗不理公車 所以我們主要的目的是 除了載人之外 也可以讓狗跟人 有個親近的空間跟機會 我想這是一個趨勢 優勝寵物也得評估實質受益 否則花了錢和心思 精心規劃的專車 沒寵物要搭也白搭 八大新聞馬上一張看 一台北採訪報導 一台北採訪報導